大家好,欢迎总听《疯子说体育》 这期我们来聊一下中国南南 中国南南的美籍训练师沃伦 已经抵达了国内,目前正在隔离 而中国南南所有的队员 已经及其在广州进行着坚固的训练 对于杜峰来讲 杜峰是一个集思广义的主教练 他在国家队并不是一人说了算 并不是一言堂 而是汇集了很多像国内的优秀助理教练 还有这次美国来的训练师沃伦 美籍训练师主要是给中国南南提供 最新的技战术方面的指导 主要是战术理念和排兵布阵方面的 他会给中国南南带来 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一些阵型 进攻阵型和防守阵型 还有一系列的赛场的一些 各种非常细致的战术安排 所以呢,对于中国南南来说 不光是国内教练 优秀的教练汇集在一堂 而且聘请的美籍的训练师 来帮助整个中国南南提升自己的作战能力 其实是在雅尼斯 这在里南时代也是有先例的 当时雅尼斯是辅佐里南 雅尼斯也是向里南提供 这些先进的技战术的打法 但是呢,里南在关键时刻 还是有一些自我感觉良好 让中国队输掉了与波兰队非常关键的比赛 这次呢,美籍训练师来的话 也会给杜丰更多的帮助 给中国南南更多的帮助 希望这是一支集思广义的团体 有什么事情都是静下心来商量 并不是个人说的算 所有大家的意见都回集在一起 怎么样能更好地帮助中国南南 怎么样帮助球队取得好成绩 这是大家共同的目标 希望呢,这位训练师 能够给中国南南提供更多的帮助 好了,这期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